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对于三菱汽车 多数人对它并不是特别熟悉 而它相对来说出名的是它的发动机 因为以前很多汽车都是用三菱的发动机 而现在三菱一款汽车每公里油耗4毛4 1.6升加5MT不到的10万 去依然没有人买 天上去很惨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款车名叫竞选ASX 是一款紧凑型CV 在外观上 它有五种颜色可供消费者选择 分别是珠白 琥珀棕 珍珠黑 宝石红 和太灰 其中销量比较好的是珍珠白颜色 这款颜色外形美观大气 全亮前脸采用大面积黑色中网设计 配备前五灯 两色标配的是鲁素光源的大灯 非常漂亮 尾部标配有后雨刷 小女来说风格时尚 具有运动感 近圈ASX动力表现良好 它搭载有1.6升和2.0升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的输出分别是124和167买力 最高的峰制扭矩分别为149和197牛米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百公里一综合油耗极低 每公里差不多4毛4和5毛3的油费 而且配备无挡手动和CVT无极变速箱 车辆驾驶起来十分平稳 新车内饰看起来相当具有档次 采用成为优雅的黑色调为主 高配版座椅采用仿真皮材料非常柔软 给人舒适的乘坐体验 中用台的材质也非常具有质感 高配版的车型还配有多功能方向盘 和大尺寸中控彩色屏 但这款车糟糕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配置 实在是太低了 标配只有后视性电动调节 电动车窗 电动天窗 刹车辅助 防boss等系统 这样的配置是不出彩的 要是能在配置上下功夫 相信这款车的销量一定会增加不少 你怎么看呢